一 請揭板 全國技能賽中 基隆商工奪得七年組機器人職種金牌 歡迎的是機器人的兩位金牌得主 林柏翰及歐陽勝 來自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克服新的國際評分方式 不理想的條件環境 以及高難度的最終賽題 歐陽勝和林柏翰兩位同學 在關鍵時刻逆轉勝 報回金牌 這一次比賽至勝的關鍵是 最後一天剛好出到我們平常練習的題目 我們常常在一個人寫程式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就開始練遙孔 或者是為了應對機器人要做出的 一些特殊動作 做出相應的3D輔健 像是巡線上面的兩個蓋子 那個可以防止輪子 機器人在往前中輪車時 防止輪車往行軒上面滾 就是不斷的練習以及默契的培養 兩位科主任指出金牌的背後 是努力外加上自主學習 比賽時平常練習的態度跟積極度 足足會影響到這一次比賽成敗的關鍵 他們兩個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氣而不捨精神 吹毛修士的精神 在最後一個難題裡面 需要在一個櫃子加兩個方塊 一規模的誤差都會想要想辦法去解決 所以最後面在最後一天果然出現這樣的題目 他們才有辦法去解決單次比賽的難題 成功解決難題也呼應了政府推動 生產力4.0和智慧機械的政策方向 機器人職種是一個正合電機 電子 資訊與機械等 多個領域專業的新興職種 機商持續激發學生的多元專業成長 我們能夠深耕我們的在地就學 也證明了我們把好的孩子留在基隆 我們一樣可以創造出不凡的成績 未來我們也會持續的深耕在各項的競賽 給基隆的學子願景跟夢想 基隆商工透過跨領域合作學習模式 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 也為他們創造了個人價值 展現技職教育的成功典範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